大家围在餐桌边迎唱歌曲神情爱妻 因为这些椅子代表了他们被哈马斯绑架的家人 每一张空着的椅子后面是一个个心碎的家庭 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哈马斯快点释放人质 让他们可以一家团聚 每个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当天不但是休息日也是陪伴家人的日子 但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绑架了超过200名平民为人制 以色列特拉维夫和其他社区许多受害者家属 20号特别布置了超过200个空位的安息日晚餐 象征战争中失踪或被掳的家人 21岁的谢姆托夫 7号跟朋友参加音乐节活动却再也没有回家 担心孩子安危的妈妈不止一个 54岁的瑞秋 他的儿子也是参加音乐节时遭到哈马斯突袭 当天在收到儿子写给他我爱你们对不起的讯息后 就再也没有收到只字片语 虽然以色列军方指出大部分被帮走的人质都还活着 给了家属一丝希望 但对他们来说 只有人回家 选择的心才能放下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